锁定台是五件新闻 广源小熊12号从南投特森中心 回到台东要展开野训生活了 林管初表示 小熊适应能力良好 食欲也很旺盛 他的体重现在已经来到34公斤 迷食能力也大幅提升 现在每一天最大的兴趣 就是到处爬爬灶探索环境 要寻找猎物 还被拍下他爬树的画面 看起来身手相当的皎洁 毛茸茸小熊从树头顺势滑下 中间不忘一个回旋 最后完美落地 上树也是小case 四腿一前一后蹬 没多久功夫再度攻顶 不管上树还是下树 速度之快不仔细留意 可能还不知道他是台湾黑熊 龙子一打开 小黑熊手脚俐落 立刻往前冲 活力满满的可爱模样 瞬间融化少女心 这只名叫摩拉斯的广源小熊 12号从南投特森中心 返回台东海端乡 进行野训 目前适应状况良好 照样人员表示 摩拉斯食欲很旺盛 现在已经34公斤 每天都在探索环境 除了爬树技巧越来越厉害 觅食能力也大幅提升 小熊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 新的野训场的适应能力还不错 对于这个地方 它还是相当好奇的 因为不管是在树上的一些 野生动物 包括鸟类或者是说 其他一些野生动物的叫声 其实事实上都会吸引到它 领馆处也把摩拉斯 演续画面PO上网 踢到台湾黑熊 是天生的爬树高手 民众如果真的看见熊熊 千万不要爬树 记者刘林祥 台东报道